邪命 邪命主要是正對出家中 也有所謂的邪命 再加中也有所謂的邪命 因爲什麼叫正命 正命在哪裡有出現過? 法正道 法正道 見智與業命 正見、正智、正午、正業 正命是指出家中 你有合法的 為你的合理的經濟生活 你的世事供養的來源 是合理、是合法 那麼假如不是合理、合法的 就叫做邪命 所以這一條呢 他還是偏重於在出家中的部分 但是呢 我覺得這條界 我們也是可以多學習 這樣等於是說 你可以檢測 檢測說 怎麼樣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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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法師 或者說這個教界 怎麼樣是一個正常的行為 好 諾坐菩薩 安住菩薩 盡解於生起 詭詐、虛談、現象、方便言求、假力以求力、為邪命法、無有羞恥、堅持不捨、世靈有犯、有所違約、釋然違犯。 那菩薩呢 那菩薩呢 他住在這個菩薩界裡面呢 如果呢 他為了他的生活 而生起了這種鬼葬 我們看這個虛工的解釋 那麼 此為葬持戒度中 第三 諸邪命法戒 那麼這條戒當中呢 有所謂的犯和無犯 那犯罪 犯戒當中呢 只有這種染污犯而無 而沒有像其他的戒這樣 有屬於非染污犯 有些戒他非染污犯是怎樣 懈戴犯業、妝娘 但是這條戒沒有 他們還是會有對的 接著 一塊 六五五人 個是 之間的 死亡 真的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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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 宫请教授法师 李博森未训 向法师未训 李博森未训 李博森未训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三季境界难得闻 今已无量寄之解 读诵受此亦如是 如说修行则更难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辈阳 也lik grieving 阿弥陀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